各位主日的弟兄姐妹 平安 祝大家主日喜乐 今天我们法国城关教会 奉圣父圣子圣人的名 召开主日崇拜祭会 我们请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一同站立 来宣读 今天的宣招经文 这位是在四篇一百零五篇 一道四节 礼拜一切 你们要称谢耶华 求告他的名 在万命中传扬他的作为 要向他唱诗歌颂 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 要以他的圣命夸耀 寻求耶华的人 心中应当欢喜 要寻求耶华 与他的能力 时常寻求他的命 好 我们接下来每位弟兄姐妹 为今天的会禅 在上帝面前祷告 也为自己的心灵 在上帝面前祷告 求上帝是个 每个弟兄姐妹 有一个清晰的心 在上帝面前 来敬拜我们的圣 慈爱的天父 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感谢我们 赞美你 主 谢谢你 把我们从死亡 带向永生 把我们从黑暗 带入光明当中 主啊 我们感恩 主 美赞美你 谢谢主的恩典 使我们能够成为 神的儿女 主 君主的祭司 圣洁的古民 这是何等的恩典 所以我们今天 这帮蒙恩的罪人 来到神经的面前 主啊 来亲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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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心来敬拜 来称颂你的圣民 愿主圣灵你亲自 会到我们的胆中 圣灵预行在我们的里面 求圣灵充满着这个圣地 主啊 是这个圣地 充满到圣的荣耀 充满到神的同在 当时你这样寻找在 亚西亚七教会当中 求上帝你今天照样 寻找在法国城观教会里面 求神也祝福敬拜团队 主啊 求祢恩典他们 使他们父辈满意 主啊 求祢的恩典高母他们 使他们能够带领众会众 一同来敬拜你 一同来颂赞主人民 愿圣灵与我们众会常同在 奉耶稣基督们拜坏 上到一切的作为 肯巴上到一切的拦住 走神的荣耀在我们的当中 使我们一同在神的荣耀 同在的敬拜当中 那一同享受神的恩典 享受从上头而来的一切的祝福 谢谢主耶稣基督 奉耶稣基督们祷告 阿们 我们接下时间交给敬拜团队 听众姐妹平安 主大家主日喜乐 我现在已经看到 听众姐妹充满着畅烂的笑容 相信接下来的敬拜 一定是热情的 热情的 一定是充满活力的 阿们 好 我们来 第一首诗歌是让赞美飞扬 那接下去第二首诗歌是 我不在乎 那诗歌说 我不在乎旁人的荧幕 我在乎的 只有听上那一位主 我相信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 就像一个孩子 在父母面前的敬拜一样 充满着活力 充满着热情 更是就像孩子一样的 尽情地来跳舞 阿们 在这美丽的时刻 我们相聚在一起 神的爱拥抱着我们 神的脸充满着地 但这些进入祂的门 但赞美进入祂的人 几顾跳舞要生欢呼 凡有其心都要赞美 祂让赞美从四处想起 让音符在空中飞舞 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 让赞美从四处想起 让音符在空中飞舞 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 在这美丽的时刻 在这美丽的时刻 我们相聚在一起 神的爱拥抱着我们 我们可以跟我旁边的 优姐妹 我们一起来 握握手一起来拥抱一下 在这美丽的时刻 我们要享受 圣徒之间的一个相交 跟情侯中一样的优姐妹 我们一起来 大概招呼 问候一下 拥抱一下 让赞美从四处想起 让音符在空中飞舞 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 让赞美从四处想起 让音符在空中飞舞 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 在这美丽的时刻 在这美丽的时刻 我们相聚在一起 神的爱拥抱着我们 神的脸充满着地 但这些人进入他的门 但赞美 但赞美进入他的园 几股跳舞 要生欢呼 他要清醒 都要赞美 他让赞美从四处想起 让音符在空中飞舞 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 让赞美 让赞美从四处想起 让音符在空中飞舞 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 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 让赞美从四处想起 让音符在空中飞舞 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 让赞美从四处想起 让赞美从四处想起 让音符在空中飞舞 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 让赞美从四处想起 让音符在空中飞舞 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 让我们的 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 哈利路亚 我们将一切掌声 归路要给我们的神 告诉帕美丽就姐妹 心要向神敞开 好像敞开我们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神 阿妹 阿妹 A妹 imman 我不在乎 怕人的眼睛 只管靜白粥 也得看作狠兔 管他像我樣子殺呼呼 我不在乎 怕人的眼睛 只管靜白粥 也得看作狠兔 管他像我樣子殺呼呼 我不在乎 怕人的眼睛 只管靜白粥 管他像我樣子殺呼呼 你滿足 像個快樂的小孩 跳躍往前的情敗 恍惚熱烈的河傘 雙手不再勇離開 進入主地的同在 奇怪我不想離開 我對主耶穌的愛 直到勇敢不等待 像個快樂的小孩 跳躍往前的情敗 恍惚熱烈的河傘 雙手不再勇離開 進入主地的同在 奇怪我不想離開 我對主耶穌的愛 直到勇敢不等待 我不在乎 怕人的眼睛 只管靜白粥 也得看作狠兔 管他像我樣子殺呼呼 我只在乎我的天賦 他拯救我脫離了痛苦 他拯救我脫離了痛苦 如今我的心滿足 我不在乎 我不在乎 怕人的眼睛 只管靜白粥 也得看作狠兔 管他像我樣子殺呼呼 我只在乎我的天賦 他拯救我脫離了痛苦 如今我的心滿足 起來 像個快樂的小孩 跳遠晚情的情報 恍惚惚惚惚的河傘 雙手不斷勇離開 進入主地的同在 奇怪我不想離開 我對主耶穌的愛 直到勇敢不等待 像個快樂的小孩 跳遠晚情的情報 恍惚惚惚惚的河傘 雙手不斷勇離開 進入主地的同在 奇怪我不想離開 我對主耶穌的愛 直到勇敢不等待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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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像個快樂的小孩 跳遠晚情的情報 恍惚惚惚惚的河傘 雙手不斷勇離開 進入主地的同在 奇怪我不想離開 我對主耶穌的愛 直到勇敢不等待 像个快乐的相爱 跳远万情的敬拜 往乎人类的花财 专手不但用力拍 进入主义的同在 敬拜我不想离开 我对主耶稣的爱 直到永远不变开 哈利路亚 这样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让我们一起 用我们的敬拜和赞美 来归荣耀给我们的神 让我们一同开口 来敬拜我们的主 我们一同来向神 献上我们的敬拜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主阿们谢谢你 主阿们今天被称为 上帝的儿女 哈等的有福 充满着恩典 主阿们就像一个孩子一样 来到阿爸父神的面前 将一切的烦恼忧愁 都卸在主的脚前 主阿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 我要向你献上敬拜 我要千土我心中一切的痛苦 跟一切的烦恼和忧愁 主阿我今天下午我要 展开属天的翅膀 趁着圣灵的风 与我们的主一起飞翔 让我们一起冲破一切的迷惘 惆怅 放下一切的重荡和所有的愁房 与主一起飞翔 主阿们要享受在被圣灵的释放当中 因为主耶稣你曾经应许我们说 疲乏的你要加力量 软弱的 主阿你要赐下能力 就是少年人也会疲倦 疲乏困倦 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 但那得后耶和的必重新得力 我们必如因长此上腾 主阿我们今天在祢的面前 我们要从祢的面前 在祢那里积取力量 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的是敞开我们的心 把我们心中对祢的那一份爱 借着诗歌能够释放出来 主阿谢谢祢 我感恩祢 主阿我赞美祢 主阿我敬拜祢 谢谢主 哈利路亚 谢谢祢主 再次充满我们的心 让我们口唱心儿的来敬拜祢 哈利路亚 哦主 我要来敬拜祢 葬礼在祢的宝座前 哦主 我要来敬拜祢 在祢的面前 我欣赏我的心 哦主 我要来敬拜祢 哦主 我要来敬拜祢 我葬礼在祢的面前 葬礼在祢的宝座前 哦主 我要来敬拜祢 在祢的面前 我欣赏我的心 张开树蝶的翅膀 我要飞到祢身旁 冲破一切的愁伤 我要向祢来歌唱 张开树蝶的翅膀 进入荣耀的天堂 你的宝座在天上 你是我宝座在祢的宝座前 哦主 我要来敬拜祢 在祢的宝座在祢的宝座前 我宝座在祢的宝座前 祢的宝座前 在天上 你是我 张开树天的翅膀 张开树天的翅膀 我要飞到你身旁 生活一切的惆怅 我要向你来歌唱 张开树天的翅膀 进入荣耀的健康 你的宝座在天上 你是我 张开树天的翅膀 张开树天的翅膀 我要飞到你身旁 生活一切的惆怅 我要向你来歌唱 张开树天的翅膀 进入荣耀的天堂 你的宝座在天上 你是我 你的宝座在天上 你的宝座在天上 你是我 你的宝座在天上 你是我 主要你是我的王 你更是我生命的救主 你是我生命的主宰 我让你将一切 我生命的主权 再次交托在你的手中 主要我相信 你是掌管我一生的救主 我相信 一切的惆怅 忧愁烦恼在你的面前 主要我要把它通通的丢给你 你就是我生命的宝藏 主你是我生命的亮光 你是我的 一切的祝福的来源 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 我谢谢你 主啊 我愿意更多的来亲近你 每一天我要与你 尽力更美好的关系 主啊 让我跟你常常面对面 求主带领我们 进入你荣耀的同在当中 主啊 让我们真实的能够跟你尽力 更亲密的关系 主啊 谢谢你 我们的心可慕你 主啊 我们的灵在此等候你 求圣灵亲自 再次交灌在我们的里面 主啊 你的大能大力 再次来释放我们的心 主啊 让我们在你的面前 可以尽情的释放的来 敬拜你 谢谢你主 哈利路亚 谢谢你主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谢谢你主 每一天 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 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写给你 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 我甘愿舍弃一切跟随你 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 再一次相复在你的能荣耀里 唯有你是我的良人和恩友 我愿意一生敬拜荣耀你 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 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写给你 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 我甘愿舍弃一切跟随你 将我全忍 将我全忍 先生当作活迹 愿意一生敬拜荣耀你 我愿意一生敬拜荣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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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愿意一生敬拜荣耀你 你被担心你了 我愿意一生敬拜荣耀你 人生敬拜荣耀你 她愿意一生敬拜荣耀你 那按照谣耀你 淡淡是否你 愿你置疑 生存在我的生命里 求神灵更新 掌握我一生 每一天 渴望与你在爱中 相遇 再一次 将自己往全地写给你 唯有你是我你喜乐和力量 我甘愿舍弃一切跟随你 每一位弟兄姐妹 在上里面请我们来祷告 是我们的渴慕 是我们的医生 能够与主的爱能够相遇 因为我们人的生命 只有一次 是我们在这个游戏的生命当中 是我们的弟兄姐妹 能够依靠我们的圣 是我们一听到渴慕 那个与主的爱 能够联系在一起 因为主祂是我们的力量 祂是我们的喜乐 是我们能够甘愿 能够舍弃一切 来跟随主 是我们的担当来到神的面前 来养万神 来侍奉神 来依靠我们的主 所以每个弟兄姐妹 在上里面请来祷告 求神的灵来带领我们 来光照我们 是我们软弱的身体 软弱的生命 能够与主的爱 能够真正的临近在一起 在神的爱中能够相遇 与神的敬礼 那一个美好的关系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噢耶稣我们也称谢 祂我们要赞美祢 耶和华 祂是我们唯一的力量 祂啊祂是我们的喜乐 祂我们光阳 那个设起一切来跟随祢 因为我们愿意一生来敬拜祂 祂我们愿意一生来跟随祢 主祂是我们的喜乐 祂是我们的患难中的力量 祂我们真的要渴慕 来一生在祢爱中能够相遇 祂我们是我们的心 能够单单的来侍奉祢 是我们单单的来依靠我们的圣 求圣灵来掌控我的生命 掌控我的一生 祂是我们的一生来依靠祢 是我们的一生来依靠我们的主 求主来帮助我们 祂我们生命 祂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离开我们的主 只有我们在神的灵命 是我们能够得力量 能够得平安 能够得感情 祂我们今天奉耶稣基督的名 祂我们聚集在这里 祂我们要聆听 有神你自己的话语 祂我们把接下来的词经 在这要教徒也要还你的手中 还有你自己的仆人 站起来要分享神的的话语的时候 求上帝你站在你仆人的旁边 求你用圣灵恩高高姆他使他父 被满意 主啊使他所讲的每一句话语 带着圣灵的能力 带着圣灵的恩高 主啊求你记着你的仆人的口 教你的道 来指示我们所担走的道路 主啊把以下的观音 只要养万神恩的手中 求上帝与每位弟兄姐妹同在 也祝福每位弟兄姐妹 有个渴慕的心 让我们聆听神你自己的话语 音音的话是我们九旗的灯 是我们路上的观 主我们感恩 祂我们照美你 祂我们今天要主日学的老师 要服侍的每位弟兄姐妹 一同度交团的手中 求圣灵你亲自 在今天的会场当中动工 预行在我们的里面 谢谢主耶稣基督 奉耶稣基督们祷告 阿们 请坐 接下来的时间 由神的仆人和牧师 在一起来分享 神的话语 大家欢迎 各位新朋友老朋友 各位好朋友平安 我们一起再次来祷告 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求主的灵 充满在 每一个会中的中间 也充满在 讲员的里面 求上帝赐福给我们 让我们讲的 听的一同聆听 主的声音 让我们从上帝的话语中 再次得到力量 得到能力 求主与我们同在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我曾经陪伴一位年轻的童工 我要培育他成为一个 愿意奉献 在教会侍奉的人 这位年轻的姐妹 很年轻 高中毕业以后 她有心志 要奉献 做传道 因此我们就在教会 预备她一段的时间 我们预备她一段的时间 发现有个问题 她就是 常常不能 照着我们规定的时间 来上班 意思说 常常会晚点迟到 而且有时候 会发现 晚点迟到成了习惯 可是每一次 她晚点迟到以后 来到办公室 我们跟她讲说 怎么今天又迟到了 今天怎么会晚点呢 她每一次跟我们讲都说 主的恩典够我们用的 每一次我说 你怎么又迟到了呢 她说牧师 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的 我每一次说 你怎么还迟到呢 神会给我们 第二次机会的 她总是跟我们讲 很多她的想法 可是每一次 跟我讲的时候 她总是非常好的态度 我每一次想生气 都没有办法 我每一次想批评她 心里面立马就软下去了 因为她永远有一张 很热情 很真诚 很开朗的笑脸 即便迟到了 她真的用她的表现 告诉你 上帝是有恩典的 总是用笑脸告诉你 上帝是有怜悯的 神的恩典总是够用的 我每次说 能不能下一次不要迟到 她一定告诉我说 牧师慢慢来 我每次都说 慢慢 她都说慢慢来 但是每一次态度 让人很舒服 我待她很久一段时间 我从来没有生气过 我有时候都准备说 今天碰到她 逮住了一定要生气 狠狠地批评一顿 但是一碰到她 就完全就没有了 心里想生的气 完全没有了 因为有个非常好的态度 我不是赞成她 迟到的做法 可是我真的很认同 她那个对待人的态度 那个对待人的态度 你会让人感受到 真的实在 那会改变那个氛围的 即便当下很生气 当下即便心里面很不舒服 可是一看到 那个态度温和 真诚 然后那态度的坦诚的态度 她从来不会告诉我 为什么迟到 因为一讲理由 一定没有理由 她一定讲不过我 可是每一次告诉我 慢慢来 神的恩典够用的时候 我就完全认输了 你会发现态度非常重要 一个人有好的态度 就决定他会有好的关系 不但如此 在我认识的一位朋友里面 我们教会有几位的新朋友 我们常常会鼓励 新朋友坐前面一点点 那我们教会的新朋友 常常会坐第一排 第二排 当然有时候也坐不到 我们一直鼓励说 让新朋友 欢迎新朋友到前面来 坐前面 可是你们发现 我们教会五六年过来 有一位姐妹 永远是坐在左边的 第一排的第一个位置 六年 谁也没办法 她永远坐那个位置 每一次都是提早来聚会 拿着笔记本 非常认真的听到 就信主刚刚六年 她就可以成为一个 非常好的组长 小组长 她才六年的时间 因为她每一次的敬拜 都非常的渴慕 每一次的聚会 都非常的认真 她真的像玛利亚一样 渴慕神的话 坐在第一排的第一个位置 虽然第一排第一个位置 永远只有两个 但是她永远占一个 我们就看出 她的确渴慕神的话 五六年下来 都是这样 然后我去她家探访的时候 我说你们的灵 我说姐妹 你们在家里有听到吗 有看圣经吗 有灵修吗 她拿出笔记本 她说牧师 我平时灵修的笔记 每天读段经文 写我的感领寿 然后她是每一次听到 都做笔记 非常渴慕神的话 后来我突然发现 一个问题是 当一个人渴慕神的话 他的生命真的会 茁壮健康的成长 渴慕的态度非常重要 今天下午我想跟各位讲的信息是 态度很重要 我们希望大家都会有很清楚的认知 我们希望大家各位都有很好的态度 非常正确的态度 面对每一件事 如果已经是结婚很多年的人 一定知道 夫妻相处 很多的时候是 态度决定那一天的心情 态度一好 你会发现那天再忙 都觉得很快乐 再累都会很快乐 你会发现态度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无论是做服务业的 还是经营家庭有婚姻的 态度很重要 请各位告诉旁边的人 态度很重要 我不晓得当别人告诉你 态度很重要的时候 你心里面想是 自己的态度一直很好 还是旁边的人已经提醒你 你平时态度不够好 态度很重要 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 请各位我们一起来看彼得前书 我们一起来看彼得前书 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 我们一起来念诵 各位大声地念读 念诵上帝的话 我们刚刚讲过态度很重要 别睡觉了 态度很重要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礼拜 请 所以 你能记住去一切的恶毒 回到地底甲上 记录能一切回谎的话 就要爱慕那神进的灵乃 像财神的阴海 爱慕那一样 叫你们因此建长 一致得救 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 就必如此 主乃活食 固然是被人所弃的 却是被神所建权 所宝贵的 你们来到主的面前 也就像活食 被建造成为灵工 做圣洁的祭司 借着耶稣基督奉献 神所悦纳的领祭 因圣经上说 看啊 我把所拣选 所宝贵的防脚石 安放在西安 信靠他的人 必不至羞愧 所以 他在你们信的人 就为宝贵 在那不信的人 有话说 将人所弃的石头 以做了防脚的 头块石头 又说 做了半角的石头 跌人的磐石 他们既不顺从 就在道理上 半叠 他们这样半叠 也是预定的 唯有你们是 被拣选的主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果度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那 召你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 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 从前未曾蒙脸序 现在却蒙了脸序 跟各位分享的信息是 态度很重要 首先来讲第一 面对成长的态度 是新生的阴海 经文是第一节到第三节 各位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 态度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来看 当我们面对我们 生命成长的故事的时候 我们要有个非常清楚的态度是 每一次读神的话 每一次面对成长的故事 每一天面对灵修 每一天面对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要有个基本的心态 就是我这个婴孩的心态 我相信生过小孩 养过小孩的妈妈奶奶 或者父母们都一定很清楚 但孩子出生以后 他开始意识到他要有需要 要吃奶水 要有营养供应的时候 他一定是用他的办法 或者哭或者闹 或者某一种举动 让你身边的人知道 我已经很饿了 我相信每个妈妈 都非常非常的有经验 经文在第二章的第一节 我们第一节到第三节再念一次 所以拜请 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 诡诈并假善 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 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 像财生的婴孩 爱慕奶一样 叫你们因此建长一致的救 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 就必如此 如果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想我们应该养成一种习惯 我们一定要想说 第一章的经文在讲什么 就是所谓的吻脉 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吻脉的时候 你会发现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的时候 彼得就告诉我们 他是写信给谁的呢 他是要写信那些住在土耳其 住在亚西亚的那些教会的弟兄姐妹 包括有太人 也包括非有太人 彼得要写信给 上居在各地 尤其在土耳其和亚西亚 一带的这些基督徒 称他们是寄居的 意思说 你们是暂时住在不同的地方的 彼得要告诉他们 这些基督徒 都是上帝所拣选的 是圣灵重生的 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学所救赎的 彼得要告诉这些上居在外面的 常常会迷失的人 缺失身份的人 告诉他们 是一群寄居客 可是彼得又告诉他们 你们虽然是寄居的 你们虽然是暂时住在这个世界的 你们虽然是暂时住在巴黎的 可是因为救人的缘故 有活泼的盼望 因为有活泼的盼望 这盼望不单单是将来得到永生而已 这盼望是让每一个人 遇到耶稣的时候就重生了 有了新的生命 有了新的生命以后 上帝就应许我们 在天上游 不能玷污 不能衰残 存到永远的产业 而且圣经就应许我们说 在天上的产业 有上帝为我们保守 让我们有一天 一定可以兑现 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应许 在第一章讲到最后的时候 他又告诉我们说 神的道会让我们常常 让我们渐渐的长大 上帝的道会让我们渐渐长大 他说你们蒙了重生 不是由于冷坏的种子 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 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 彼得在第一章经文告诉我们 我们都是寄居客 我们都是天路客 我们在第一章的时间 都非常的有限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忆 在疫情之前拍过的照片 拿出来跟疫情以后 现在拍的 现场拍的照片比一比的时候 你会发现 会不会发现判若两人 如果你们都没有感觉 那就有点自信了 三年 四年前跟四年后 你会发现人很多都会变化 好多的小朋友变成大朋友 大朋友变成了老朋友了 然后你会发现 人三四年的变化都很大 因为人会有这种的变化 那我们的新的生命 应该是一个动态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是因为神的道 因为听道 因为灵修 因为读神的话 会慢慢长大才是 所以彼得说我们生命的成长 不是因为别的 是因为有上帝的道 成了我们成长的种子 在我们心里面 因此我们可以渐渐的长大 当我们渐渐的长大以后 我们就开始懂得 对错是非 我们就开始懂得 什么是上帝喜悦的 什么是上帝不喜悦的 所以就过渡到第二章的经文 彼得告诉我们说 所以因为成长了 所以你们击除去一切的恶毒 诡诈并假善 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 各位当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 我们从消极的角度来看 我们要慢慢的 要把心里面不正确的心思意念 各种各样的歪门写道的想法 一段一段的拒绝了 慢慢的放弃 旧有的想法 过去做罪人的时候的想法 并且诡诈 各位当一个人的心思意念 不正直的时候 人会诡诈 当人的诡诈的东西一出来的时候 人就开始围装 开始包装自己 所以彼得说 先要除去一切的苦恶毒 恶毒就是歪门写道 恶毒就是 不合乎上帝心意的心思和想法 上帝希望我们 在成长的过程里面 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 肮脏污秽的 上帝不喜悦的 慢慢的放弃掉 只有这样 才有可能诡诈和假善 会一样一样的除掉 假如一个人的心思意念 仍然在罪恶之中的时候 他下一步发展 就是会有诡诈的想法 有诡诈的手段 有了诡诈的手段和做法和想法以后 人会假冒伪善 人会开始违装 用一个谎言 去编造另外一个谎言 用一个充满谎言的故事 去掩盖第一句的谎言 这就是我们人常常会干的事 所以彼得说 不但如此 将一切毁谤的话都除掉 当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中 我们难免会有 各种各样的不正确的想法 难免也会因此有诡诈与假冒 伪善 嫉妒和毁谤的话 可是因为神的道 我们可以慢慢地 慢慢地被炼进 我不晓得各位 最喜欢跟哪一类的人在一块 跟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 跟朋友们在一起 大家回忆一下 一天到晚 你觉得讲的话 最多的是什么 一天从头到尾 你如果过滤一下的话 各位如果把你一天讲的话 都录音录起来 听一遍 你觉得怎么样 你会发现 百分之八十是八卦的话 没有吗 百分之八十是八卦的话 有一定的比例的话是 没有营养的 好多的话 你会发现 好像是多余的 我有次去讨教 就是求一个 请一个 我认为我很敬佩的 一位牧师 我问他 我说你是怎么样做得到 跟大家关系这么好 而且大家看起来 对你都很友善的 他跟我讲一件事情 他说我天天在训练一件事情 怎样讲话 他说训练怎样说话之前 必须首先清理 内心世界的肮脏和污秽 到底如果一个人心里面 如果有污秽的话 早晚会有污秽的思想 他早晚会有污秽的语言出来 假如心里面很诡诈的话 迟早会露出马脚的 如果心里面恨一个人 有嫉妒的话 即便掩盖一天两天 也掩盖不了一个星期 就算你装一个星期 你也装不了一个月 就算你满天过海 过一个月 你也满不过一个一年的 迟早有一天 你的话就会出来 那个嫉妒纷争的话就会出来 所以他跟我讲 他说首先要把我们心思意念处理好 再学习讲话 那我说怎么样学习讲话呢 他说问我会不会做菜 我说我当然会做菜 他说你做菜的时候 你懂不懂得放眼 我说当然懂得 如果不懂得放眼的话 那会做菜就胡说八道了 不是吗 所以他说你会不会放眼 我说当然会 而且我说我一定会做一艘好菜 他说那你一定很懂得放眼 那他说他也会做菜 那我说你到底要告诉我什么 他说我告诉你 每一道菜做出来的时候 加眼的时候要不多不少刚刚好 我说你这话就等于没有讲嘛 不是吗 我们哪个人做菜 做一艘好菜 不是放眼放到不多不少刚刚好呢 然后他说你要知道 什么叫做刚刚好呢 他说话不要太多 爱心不要太少 接线不要过线 然后就像放眼一样 他说放眼的程度 放到刚刚好 那道菜是最好吃的 假如你要成为别人喜欢的人 他说你必须把心理的心思意念处理掉 就像菜要洗干净 食材处理干净 然后做出来的这道菜 才有底 你拿出去才有底气 开过餐厅 做个大厨的人都知道 如果哪一道菜的食材没有处理干净 如果没有洗干净 那道菜即便好看 端出去你心里是没有底气的 万一让客人吃到沙泪 如果吃到肮脏的地方的东西 你一定心里面是没有底气的 所以我们要处理好 我们心里面的恶毒 诡诈 假善 嫉妒和毁谤 这一些肮脏误会要处理掉 你才有可能成为一道 陶人喜欢的好菜 他说讲话要学习 不多不少 刚刚好 告诉旁边的人 不多不少 弟兄们记得 这句话很管用的 回到家 面对太太的时候 不多不少 刚刚好 就上帝赐福 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是 当我们处理好内心世界 因为主的道 让我们内心得解净 使我们可以讲出造就人的好话 不但如此 第二节说 要爱慕那纯净的灵来 像财生的英海 爱慕来一样 叫你们因此建长 一致得救 各位当一个人 心里面如果是恶毒 诡诈和假善 嫉妒纷争的话 他没有办法听神的话 因为他心里面装满了 不应该装的东西 当我们清理了内心世界的 肮脏和污秽以后 你就会开始渴慕 纯净的灵来 求上帝赐福 我也不知道我们在中间的弟兄姐妹 是否还仍然渴慕神的话 我不知道传道人在讲道的时候 你还仍然在那里是 用很渴慕的心 像婴孩吃那个 纯净的奶水一样的 渴慕的心情 求上帝恩待我们 让我们不管在主里有多少的年日 我们仍然有个很清楚的态度 面对我们生命的成长 让我们像小孩子 渴慕淋奶一样 真的是愿意吸收 有营养的信息 今天是一个资讯 非常发达的社会 如果你看手机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常常检测一下你的手机 每一天刷屏的时间有多少 有人讲说 好多的大妈刷屏的时间 多过做家务的时间 好多的店员 他说刷屏的时间 多过在店里工作的时间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各位在你每一次刷手机的时候 你会看到无数的信息 但不是每一条信息 都是有营养的 求上帝赐福给我们基督徒们 让我们可目存证的领来 虽然在YouTube上 有很多的信息和资讯 但我们也仍然愿意 维身在自己的教会 去聆听 有营养的信息 有营养的信息 不一定是 让你觉得最开心 最有趣的信息 但一定是让你 可以健康成长的信息 妈妈做的饭 不一定是最好吃的饭 有时候外卖叫过来 说不定更好吃 可是你们想到过 如果人一年365天 都吃外卖 你觉得怎么样 你觉得吃外卖好 还是家里妈妈做的饭好 你们没有吃过外卖吗 在店里吃外卖 一天吃两顿 吃一顿已经很勉强了 每一天就觉得 吃一样的东西 每一天吃一样的东西 但偶尔吃一顿是不错的 可是天天吃外卖 一定健康出问题的 如果365天 三顿都是外卖 一定是身体的状况 就算没有生病 一定是压健康的 开外卖店的人不要生气 365天三顿吃外卖 身体会压健康 为什么呢 因为你挑的是何口味 不一定是健康食材 不一定是健康的食物 而且它的营养并不均匀 今天我们来到教会听到 各位自己教会牧者 讲的信息 就像妈妈做的菜 就像父母预备的餐食 一定是用最好的食材 一定是用最用心的做法 即便有时候不合我们的口味 因为我们有时候的口味会嘴馋 我们希望吃一口汉堡堡 我们有时候可能想吃一口 这个麻辣菜 但是爸妈做的菜 总是希望我们 茁壮 健康 成长的 营养 营养餐 所以求求恩待我们 我要告诉大家 我来讲道 叫做打外卖 本会的牧者和同工们讲道 是父母做的菜 所以不必对我太客气 你要知道 我们在这里 要渴慕上帝的话 渴慕上帝给我们的信息 虽然我们在网络上 有许多的信息 好多人在线上 或在用网络的资讯 替代了实体的崇拜 我想是值得反思的 因为我们在实体崇拜中 我们可以学习做门徒 我们可以听有营养的信息 我们并不是说 网络的信息都没有营养 不是的 但是对我们来说 我们成长是需要一个环境 教会是我们成长 非常必要的环境 每一个生命 都是需要在一个空间 在一个环境 在一个突然中成长 我们所在的教会 就是我们茁壮健康成长的 最好的环境 最让我们可以健康的环境 彼此之间可以互相提醒 彼此之间可以建造 求上帝赐福 让我们面对成长的时候 我们态度是心生的婴孩 婴孩的责任是什么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这句话好吗 婴孩的责任是 吸收健康 营养的信息 要有刻意的学习和操练 看重健康成长和潜力 各位 我们如果有这样的态度 你一定要看重几件事 我们每一个人 不管我们年龄是多大或多年轻 我们在面对成长的时候 面对我们生命成长的时候 我们有个态度 我们都像一个单纯的婴孩 Amen 作为婴孩 我们有义务和责任 要吸收健康营养的信息 要有刻意的学习和操练 每个小孩的成长是刻意的 不是顺其自然的 教会为什么会设计 一年的年度奖道计划 为什么会设计小组课程 为什么会设计团契和不同的饮会 就是给我们营养配方 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 和我们同工们一起能成长 而且是健康成长 这种学习是刻意的 操练是刻意的 我有位好朋友常常提醒我 一位很资深的牧师 他常常提醒我 他说爱名牧师 你永远要记得一件事情 他说做仆人是刻意的 如果不刻意做仆人 没有人顺其自然做仆人 做门徒是刻意的 因为做门徒都要舍己 背起十字架跟随主 舍己是需要刻意的 没有一个人可以顺其自然的舍己 每一次的舍己 每一次的代价都是刻意的 因此做门徒是刻意的 耶稣在门徒训练中 要求门徒们跟随他 是个刻意的设计 每一个门徒都是刻意的门徒 没有随意的门徒 我们每一个人做门徒的时候 我们必须有刻意的心智 因为做门徒 舍己 服务别人是凡人性的 我们根据我们的需要 我们每一个人被俯视是很开心的 被尊重是很开心的 被称赞是很开心的 叫你去称赞对方 对方是需要刻意的 让你去谢谢对方 说出对对方感谢的话 是需要刻意的 不会自然的 刻意慢慢成为习惯 习惯会慢慢成为自然 求神赐福 让我们作为做一个刻意的门徒 也让我们常常吸收健康营养的 属灵的粮食 我们来讲第二 面对关系的态度 是建造的活食 面对关系的态度 是建造的活食 我们一起来看 第四节到第八节的经文 我们再来念一次 我们一起来念 这一拜 请 被建造成为民工 我们做生意的基石 借着耶稣丁度奉献 神所愿大的离记 因为经常说 看他 我把所经常所好为的 又说 做了半角的石头 跌人的磐石 他们积不顺从 就在道理上跌倒 半跌 他们这样半跌 也是预定的 这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 这段经文在讲 耶稣基督 是头一块石头 是活食 不但耶稣是石头 是活食 是活的石头 被建造成为圣殿 就是神与人 统在的圣殿 而且讲到说 每一个被上帝拣选 呼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都像耶稣一样 是一块活的石头 那在这活的石头 它的功能是什么呢 它的功能是 互相连结 建造成为圣殿 互相连结 建造成为圣殿 在这段经文 彼得要告诉我们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要告诉我们 要紧紧地依靠耶稣基督 让我们紧紧地 连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就像葡萄树的枝子 连在葡萄树上一样 不但如此 彼得也告诉我们 每一个人的救意后 都是一块活的石头 这块活的石头 它的价值和功能 就是要借着匠人的手 借着设计师和建筑师 慢慢地建造 成为圣殿 成为一个宏大的 属灵的建筑 这个建筑是属灵的宫殿 就是教会 上帝要我们每一个 的旧的基督徒 慢慢地彼此连结 成为一个灵工 让耶稣基督居住在我们中间 所以这段信息 彼得要告诉我们 彼此连结 让我们看重彼此的关系 各位我们过去的基督徒 是非常非常的看重 个人成长的 没有错 但是我们忽略了群体的生活 我们很多的时候 只看重一个人 在神面前的灵修 祷告 禁食祷告 忘了 从禁食祷告出来以后 跟丈夫 跟孩子 跟配偶 跟儿女 跟身边的人 建立一个 美好的关系 我们过去是很少强调 基督徒要看重关系的 我们只要属灵就好 我们只要说 敬畏神就好 我们忘了真正与上帝 有美好关系的人 跟神也有美好的关系 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基督徒 有不少的祷告 每一次聚会 也可能都很可慕 都参加 可是当你去到他家里的时候 突然你会发现 在教会是一个人 在家里是另外一个人 在教会表现出渴慕 爱慕主的话 很认真听到 甚至火热的服事 但是回到家里面 完全变了个人 你会发现 夫妻关系很一般 两代之间的关系很冷落 你会发现 他到了职场以后 会发现 他的关系也非常一般 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每一块活食 每一个人 每一个德旧的个体 与个体之间 是要有连结的 我们都连结在 耶稣基督 这宝贵的磐石的身上 让我们彼此连结的时候 一起成为一个 宏大的圣殿 成为上帝居住的见证 各位在彼得在这里 从某个角度来讲 彼得在这里讲到是 每一个善居在亚西亚 在土耳其的基督徒 虽然在不同的地方 虽然背景很不一样 职业不一样 工作的类型不一样 所受的教育的程度 都不一样 每个人生活习惯 或许也有差异性 大家来自的地方 可能多元性 但彼得仍然说 你们是要彼此连结的 你们要彼此之间有一个真诚的 彼此相爱的关系 求上帝赐福 让我们这群在成光教会的聚会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看重关系 非常非常的看重人际关系 当我们与上帝有好的关系 我们应该表现在 与家人 与邻居 以及职场上的统事 或上司 或下属的关系 无论你是上司 或是下属 或是职员 或是家庭成员 让我们都建立美好的关系 如果作为基督徒 都不能建立 真诚 和信任 彼此之间不猜测 彼此之间不猜疑的关系的话 这个世界是没有希望的 有人说这个世界是一个最孤独的 这个是这一代的人的心灵世界 是历代以来 一代最孤独的人 各位想想看 在你的生活中 除了工作 除了做生意 除了读书 除了你在办公室上班之外 你跟什么东西在一块最多 手机 记不离手 我们可以 只要手上有一支手机 解决所有的问题 可以点外卖 可以采购 不需要出门 然后呢 我可以跟朋友 本来跟朋友要见面的 一个电话 替代见面了 本来跟太太 可以见一见 喝杯咖啡的 直接了当 用手机解决了 你会发现 手机很便利 手机替代了 每一次 人际关系的 那一个重叠 交友联谊的时间 让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变得越来越陌生 让人跟人之间的连结 越来越疏软 有时候跟父母之间 本来应该聚一聚 吃一顿饭的 回家太麻烦了 但要报告一声 打个电话就好 是不错的一个方式 说不定有些年轻人 连一个电话都没有了 留个 在微信 我差不多留言一下就好 替代了所有交往 重叠 联谊的关系 其实 实在说 如果环境许可 我们尽可能 建立彼此有的关系 人跟人之间 彼此建立关系 创造美善 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事 教会的建造 绝对不是在太空中的 不是在云端上的 教会的建造 教会的牧羊 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是靠我们彼此有联络 有热络的关系 我看我来这里几次 你们这里都有吃饭 非常好 让你看到在吃饭的中间 人跟人之间 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 也让许多人愿意贡献 让受贿的人 感受到恩典 让贡献者得到肯定 各位在这里吃饭的人 一定要谢谢做饭的人 一定要找到他 谢谢他 要让他感受到被尊重 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要谢谢他 这是最廉价的投资 这也是最应该的投资 那也让我们每个消费者 慢慢地变为贡献者 我们不能成为一个消费型的群体 我们应该成为彼此贡献的教会 每个人都贡献自己的才干 资源和力量 时间都愿意在一起建立彼此的关系 我们的心态 面对教会的建造 我们面对关系的态度 我们都认识自己是 彼此建造的活食 活食要怎样呢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那个蓝色字体那句话 我们一起来读 彼此相爱 彼此建造 看重团契生活 和群体的关系 各位我们是建造的活食 你一定要看重 我们彼此相爱 我们大家都知道 耶稣基督复活以后 赐给教会有个大使命 耶稣不单单给我们大使命 耶稣在受难之前 给我们个大使命 请你告诉我 耶稣所赐的大使命是什么 耶稣曾经跟一个人讲说 最大的使命 耶稣所讲的最大的使命是什么 他要尽心尽意尽力 爱神你的上帝 启示也这样 爱人如己 这个启示并不是第二的意思 这个启示是一体两面 在正面看 你要尽心尽力尽意 爱上帝 从背面来看 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的 爱人如己 各位我们都知道 被尽心尽意尽力 爱主你的上帝 但你有没有想过 你要尽心尽意尽力 爱人如己 告诉旁边的人 你要尽心 晚上回家两口子对说一遍 你要指着他的鼻子 看着他的眼睛说 你要尽心尽意尽力 爱人如己 各位我们今天 在教会里面 太少有那个 体验式的 那个体验 体验式的对话 我们有很多听到的时间 我们有许多静态的领受 我们太少一些动态的操练 我们应该操练 我希望晚上两口子 对眼睛对上 然后看着对方的眼睛 你要告诉他 你要画不多不少 刚刚好 然后呢 爱心要多一点 关怀可以多一点 然后你要指着他的鼻子 笑起来态度很重要 然后你要告诉他 你要尽心 你们都不愿意啊 你们要尽心 尽意尽力 爱人如己 蔡师母要告诉蔡伯仲 传道 你要告诉他 尽心一点 求上帝赐福 让我们懂得经营关系 教会如果要成为这个世界的希望 除非有彼此相爱的关系 这个世界是支离破碎的世界 这个世界是价值观被扭曲的世界 只不过贴着许多爱的标签 却缺失了信任和真诚 求上帝赐福 让我们建立一个彼此相爱的关系 让世界看到有一个有希望的地方 让进到这里的人 感受到这里比他们想象的很不一样 这里比他们想象的要更美好 Amen 告诉旁边的人 这里比你想象的要更美好 我们如果每一个人来到教会 对教会都是有个期待的 牧道友对教会是有想象的 他想教会里面一定是老弱病残 教会里面一定是那些社会上最底层的人 教会一定是最落后的人 不讲道理的人在一起的 他们就觉得很多的人对教会有偏见 但进到我们的群体看了听了 跟我们一起吃饭 跟我们一起彼此互动了以后 发现教会很不一样 Amen 是个爱的群体 我们来讲第三 面对生活的态度是敬拜的祭司 我们来读第九节到第十节的经文 第九节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第九节 里面就是一拜请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主内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果度 感谢赞美主 我们每个人读的口腔都非常的温柔普通话 面对生活 我们常常把敬拜 把祭司定义为在教会的释放 我们常常把祭司定义为 读经 祷告 讲道 带敬拜 探访 关怀和牧羊 我们常常把祭司定义为 他做事情一定跟生活没有多大关系 跟做生意搭不上边 跟读书完全没问题 没关系 我们常常都是这样片面的去想的 可是彼得告诉我们说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主类 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那 召你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各位 彼得要告诉我们 祭司不是我们想象中的 这样而已 祭司是一个生活的姿态 祭司是一种敬拜的生活 那到底什么是敬拜 敬拜是对上跟上帝之间的互动 敬拜是表现出我们一个身份的认同 敬拜是要告诉人 我们到底属于谁 敬拜是让人看见 我们身上有个身份的记号 是属于上帝的人 各位 敬拜跟读经祷告有关系 但不完全相等 敬拜跟我们的生活 做生意 读书 上班 工作 连结在一起 换句话来说 我们做生意 我们读书 我们考试 我们在学习不同的工作 或在不同的岗位上 我们都要表现出 敬拜的特质 我们要带着祭司的身份去工作 假如你是批发商的老板老板娘的话 你要带着祭司的身份去经营生意 你要知道 每一笔生意的机会是上帝赐给我们的 每一个客人是神预备给我们的 我们至少有这样感恩的心 然后俯视客人的时候 就像俯视木道友一样 各位 这个你可以听听了 这是教你做生意了 这个钱偶然有关系 假如你做跑堂 如果俯视每一位客人 像招待教会里的新朋友一样 招待他 你不觉得他在我们的餐厅 被服务得非常满意吗 有没有一个传道人或教会领袖 挑一个招待的同工是 天天板着脸的 我今天一到你们这里 感觉非常好 因为这里的态度非常好 比我想象的更美好 然后你发现 那些主要在俯视的人 颜值一样高 每一个白白嫩嫩的 然后态度非常好 非常的热情 握手拥抱 端茶送水 寻寒温暖 这种态度如果做跑堂的话 你一定是一级棒的跑堂 这样的态度去经营服务业的话 一定会经营得非常好 太多人重要 各位 当我们带着祭司的身份 去做店员 我们虽然在那里做店员 但我要让来这里消费的人 感受到我身上的特质 是祭司的特质 是属神的人 让在我们身上看到 温柔 看到喜乐 看到阳光 看到灿烂 看到我们说话 举止 行动 有敬畏神的表现 让我们有敬畏神的表现 让我们在事业 职业与工作中间 创造美善 创造一个很美的环境 创造一个善良 人跟人之间的诚信 善良 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十六节 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行善为继 献给上帝 我们对上帝的赞美 也应用在对人的称赞上 各位 我们很会敬拜 感谢赞美神 对不对 弟兄们 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 我们都在举手 我们都在感谢赞美主 对不对 回到家里 有没有非常认真的 谢谢过老婆 还是理所当然了 觉得太太做的一切 都是应该的 你们发现基督徒很讽刺 我们在教会很懂得感谢赞美神 但我们在生活中不懂得感谢赞美人 我们也应该懂得感谢赞美人 我们当有人为我们做一些事的时候 各位我们懂得谢谢他 昨天晚上 四海兄夫妻和 他们三个人跟我一起吃饭 中间我想叫四海兄站起来 牵着领力的手 我说你们来做一个动作 你讲出无件感谢赞美他的话 要具体 你知道他一开始还有油模有样的 中间就断片了 我们都是心里有数 但说不出口 有时候是笼统大概有数 但具体讲不出来 我们很多的时候 我们不懂得创造美善 我们作为祭司 祭司在以色列人与上帝之间 创造美善 祭司在上帝与以色列中间 创造互动的关系 以色列人怎样来到上帝面前 透过祭司 上帝的祝福怎样到神的百姓 透过祭司 祭司在神与人之间 创造互动的平台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忘了 我们的角色 去创造美善 有彼此更多的互动 求上帝赐福 让我们都做一个称职的祭司 我们都是每一个人 人人都是祭司 这是我们知道的 但我们每一个人 不单单在教会 感谢赞美神 回到家 也应该把敬拜带到你的家里面 让你的家成为教会 Amen 这里的敬拜赞美带到家里 把这里对人的感谢 一起省善 一起创造美善的生活 也带到家里面去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在教会的生活 看起来非常美好 对不对 但回到家里呢 好像教会是教会 家庭是家庭 但愿我们慢慢地改变观念 让教会延伸到家庭 让你每一次回到家 你就告诉自己 告诉家里人 这里就是成光教会的小教会 你的家就是一个小教会 Amen 在那里有祭司创造美善 有祭司在那里 带领和引导家人 一起侍奉神 不但如此 把敬拜延伸到我们的职业里面去 让我们带着祭司的身份 去做跑堂 带着祭司的身份 去做生意 带着祭司的身份 去读书 带着祭司的身份 去做高管 做忠诚管理 做职员 去参与社会的行动 让人看见 基督徒的职员 基督徒的忠诚管理 基督徒的白领 基督徒的商人 基督徒的跑堂 基督徒的各种各行各业的营业者 跟非基督徒非常不一样 因为我们把祝福带给别人 创造美善 以善作为祭物 献给圣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这小小的一段话 我们一起来读 基督徒在喧闹的世界之中 用单纯的信心 来到神面前敬拜 看中蒙招的角色 活出侍奉者的生命特质 教会是一个信心的群体 我们在一个喧闹的世界 我们仍然用单纯的信心 来到上帝面前敬拜 也把这样一个敬拜的生命 在我们的角色上 活得淋漓尽致 让我们成为一个侍奉者 让我们在不同的地方 让人看见我们生命的特质 我们把不得姐妹们 在这里的笑容带回家 散会了 请你记得 把这里的英容笑貌 温柔善良带回家 不要一回到家 不要一回到家 那个动作就大起来 在这里还蛮优雅的 一回到家就出炉了 在这里说话 还是又文明又温柔 又让人听起来很有此心的 一到家就开始刚烈起来了 就上帝赐福 把美善带回家 让我们把祭司的特质 在家里活出来 我们来讲最后 面对世界 是见证的子民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一起来读 第十节的经文 对不起 第十节的经文 我们读一下吧 再读再读 第九到第十节 对不起 我们一起来读 一拜 请 现在却蒙了连续 在这段的经文中 我想有许多的身份 我就挑了 天国子民的身份 因为作为子民 最能够代表教会的群体 教会是上帝的百姓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 都会认同与理解 这里说 唯有你们是被选的主类 是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那属神的子民讲完以后 下半句话是 要叫你们宣扬 那召你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这是一个使命来的 上帝本来是要呼召亚伯拉罕 成为一个大的民主 成为一个大的国家 然后在中东那个地方 成为世界的典范 当时上帝拣选亚伯拉罕 不是因为亚伯拉罕 家大业大 不是因为亚伯拉罕 已经是个大的国家 不是的 是一个很渺小的人 是一个很小的家族而已 他拣选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 亚伯拉罕只不过是 几口人出来而已 那亚伯拉罕后来成为一个 大的家族 成为一个民主 成为一个国家 上帝的心意是 透过这个家族 透过这个民主 透过这个国家 让世界看到上帝的百姓的样子 是作为典范使用的 什么是典范 是让人去学的 典范是给别人做榜样的 典范是让人 给人看到盼望和希望的 各位 圣经说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主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果度 是属神的子民 让我们这群人 有个身份的归属 我有段时间 非常的迷茫 我在感叹 离开中国以后 我说我好像 这里又不是我的国家 这里好像又没有自己的 太多的亲族 无论如何 你会感受到 自己是寄居客 我不知道你们 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每逢中秋节的时候 每逢春节的时候 特别是逢年过节的时候 心里面会感觉到 特别的孤独 神会觉得身份的缺失 我到底是谁 如果越想 越去思考这个问题 你越会发现 身份非常的重要 到底我是谁 到底我属于谁 当我们想到最后的时候 好像又不是 我们是中国公民 我们拿中国护照 但我们拿了 欧洲的永居 也许我们也想入籍 各位 有时候你会发现 有身份上的冲突 到底我是谁 你会想到最后说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五十年以后 我们不会在这个世界上了 到底我是谁 我有天跟一位好朋友 就聊这个议题 我们身份的认同 基督徒的身份认同 到底我是谁 如果我们只有 国家认同的话 各位我们很悲哀 我们离开了祖国 我们已经没有自己的 严格意义上 这里好像又不是我们的国家 那我们再来想 假如我们只有今生的话 我们也很难过 我们今生好像弄得 我们的身份上的缺失与矛盾 但是当你放下国家的意识 放下民族主义 放下国家主义的时候 你想到说 我们有另外一个身份 是天国的子民 天国大过自己的国籍 大过居住国 也大过祖国的时候 我们突然发现 我们在地上是一群 有归属的人 我们是属上帝的子民 我们是属于神的子民 上帝是期待 我们隶属他 我们被他救赎 被他改变 被圣灵塑造 被神的道转化以后 让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 让我们看重天国的身份认同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看重天国的身份认同 关注流离失伤的人 去宣扬救恩的大叙事 去宣扬救恩的叙事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里在讲到说 你们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主类 有君尊的祭司 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下半句话就是 要你们去宣扬那 召你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就是让我们去 关注流离失伤的人 让我们去宣扬 耶稣基督救恩的故事 让我们去宣扬 基督救恩的故事 告诉人 我们曾经不是上帝的子民 现在成了神的子民 我们曾经跟别人一样 流离失所 迷茫迷失在 人来人往的人群中 我们曾经像别人一样 都是在离开家的浪子 但因为神的怜悯与拣选 使我们毁到父神的面前 使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身份 天国的子民 这样的身份 什么叫做天国的身份认同 意思说 什么叫身份认同 我们看中什么 我们要在哪里的认同 各位 作为基督徒 很多的时候 我们可能希望 我举例子 华侨 侨领界的人 一定希望在华侨界 在华侨界得到认同 商人希望在商界得到认同 学者希望在学术界得到认同 这叫做身份认同 什么叫认同 认同就是得到有价值的 肯定的意思 得到认可 得到称赞 得到荣誉 但作为基督徒 我们到底要在哪里得到荣誉 我们到底要在哪里得到肯定 彼得的信息告诉我们 我们是要在神的国得到认同 在神的国得到认同 并没有牺牲了世界 我们是超越了这个世界 在神的国里面得到认同的人 他在世界 在某一些地方 你也会得到认同 我举个例子 假如我们是在教会里面 是一群谦卑的人 是友善的人 是非常充满爱的人 是喜乐温柔的人 各位如果是这样 在教会是这样 在家庭是这样 如果在社会还是这样的话 你一定得到认同 你会得到一个身份的认同 我们看中天国的身份认同 你会看到 我们很不一样的生命 你会发现 我们的生命是像耶稣一样 可以温柔谦卑的 我们的身份会告诉我 我们的生活会告诉人 我们的身份到底是谁 是属神的子民 各位求上帝赐福 让我们的耳上 让我们的生活中有个记号 有个记忆 让人看见我们这群人 真是属上帝的百姓 阿们 让我们这些人身上 带着神国的记号 带着天国的记号 让我们的生活语言表达 生活举止 看出我们 真是属神的人 真是神的子民 我们来到结论 放到最后两页的PPT 我们来看结论 从彼得的信息 我们看到 我们作为基督徒 态度非常的重要 希望我们会常常有超练 态度很重要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 态度很重要 态度会表现出生命的特质 面对成长的态度 面对关系的态度 是建造的活使 面对生活的态度 是敬拜的祭司 面对世界的态度 是见证的子民 让我们去见证上帝 在我们生命中的记号 看下一页 我们再来读一次 态度很重要 态度会表现出生命的意义 我们充满着成长的希望和热情 所以渴望健康的养分 生命刻画着天国的意义和记号 所以活出彼此的相爱 我们拥有荣耀的呼召 所以活荣耀的身份 呼召和身份 所以活出敬拜和见证 愿颂照归于我们的上帝 祂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重生我们 让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各位但愿我们在我们的故事中 在我们生命的故事中 在我们这些过路的天路课的生命故事里 让我们充满着成长的希望和热情 基督徒应该是一群最有未来感的人 基督徒应该是一群最有热情和希望的人 我们渴望健康的养分的成长 在我们的生命中刻画着天国的意义和记号 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子民 是君尊的祭司 圣洁的国度 我们有这些记号 所以我们使见彼此的相爱 彼此相爱不容易 但我们知道 耶稣已经给我们做了榜样 让我们彼此切实的相爱 我们拥有荣耀的呼召和身份 上帝赋予我们这些身份 让我们的生活 家庭生活 教会生活 以及在职场和学校的生活 都成为敬拜和见证 我们一起对头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大有盼望 让我们充满热情 充满期待 谢谢主 与我们同在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好 请弟兄姐妹 让我们一同来起立 让我们透过今天的信息 真是全方位地告诉我们基督徒 我们在神命情 我们要成为一个 在生命当中追求成长的人 不但如此 更是告诉我们 在天国里的价值和意义 让我们如何向神火 也如何向人火 我们真的是在神命情 我们要活出一个向神热情 而自己的生命 各方面是一个静堪的人 我们也要向人创造美丧 把快乐 把祝福带给更多的人 从此我们也知道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的身上 真是带着神国的荣光的一个人 好 让我们一起 咱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 主啊 我们将自己信上 当作伙计 在这个时代 做天国 做生命情 人面前的祭司 让我们成为一个 创造快乐 创造价值 把天国活在我们中间 活在人当中的一群人 将自己信上 当作活计 做出神 贵重的器皿 你仿佛无恩 挥避从主教管我 使我挖起你 从了莫大能力 江四季 江四季 先上当作活计 做出神 贵重的器皿 你仿佛无恩 挥避从主教管我 使我挖起你 充满我大能力 高举双手 赞美你我主 全心全然都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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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向自己 将自己 献上当作活计 我们是一群有胖观的人 神给了我们这样的恩典 给了我们这样尊贵的身份 将他吩咐的祝福 透过我们这样的生命 信名去传达 我们将成为这个世界上 创造最有价值的一群人 也希望神借着这个教会 创造价值给这个社区的人 阿们 高举双手 赞美你我主 全心全然都给你 耶稣 耶稣 一生意 活出荣耀的呼啸 勇敢地 向着飘干纸袍 高举双手 赞美你我主 全心全然都给你 全心全然都给你 耶稣 一生意 活出荣耀的呼啸 勇敢地 向着飘干纸袍 我们福哥我们再来 高举双手 赞美你我主 全心全然都给你 耶稣 全心全然都给你 耶稣 祝圣淹 没有月我主 全心全baren 勇敢地 向着飘干纸袍 褒 哈零小 阿里 我爱你耶稣 右前面 让我的手拉起手 来一重来一长 跟随耶稣 爱我的书 我爱你耶稣 跟随耶稣 跟随耶稣 爱我的书 我爱你耶稣 跟随耶稣 爱我的书 我爱你耶稣 高举双双 高举双双 赞为你我书 主啊 将你的喜乐充满在我们胆中 向你天国的荣耀充满在我们里面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让我对旁边的人讲 我们是创造美善的 我们是给别人带去快乐的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你的喜乐充满我 让我们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 让我们成为一个把美好带给别人的人 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你要相信这个世界上 你知道吗 最有价值的人是谁啊 那就是你啊 因为基督在你里面 因为圣灵在你里面 因为真理在你里面 因为福音要借着你述说出来 所以你是会成为这个世界上 最能够带去价值的人 最能够带去祝福的人 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要统在神明里祷告 主啊 我要成为更好更好的这样的人 求你来祝福我 求你来祝福我 你的喜乐充满我 噢主啊 将我生命中的杂质 统统的除掉 你的保血来遮盖洗尽我 让我成为一个全心充满喜乐 带去恩典的人 哈利路亚 啊 主有没有谢谢你 谢谢你 扎美 扎美 又叫每个人开口 在神明里来祷告 你要相信圣灵在你里面 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 你要相信 耶稣基督就是要 借着你 让你成为这样的人 祂要把祝福心灵到你 祂要让你成为 一个祝福的器皿 一个喜乐的器皿 哈利路亚 神要使用你 谢谢主 谢谢 哈利路亚 兄姐妹我们来祷告 为自己祷告 主啊 我要成为这样的一个人 哈利路亚 我要成为给别人带去祝福 欢乐的人 哈利路亚 主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 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是属于神的 我们 这一群人我们走在一起 反而成观教会 是属于天国的一部分 我们是属于神的 哈利路亚 我们是一群喜乐的人 是一群把天国的祝福 带给别人的人 主我们谢谢 谢谢你 我们一同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满心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 借着你的仆人 将这样宝贵的 神的坏的心意 摆在我们面前 主啊 我们居然想不到 我们如此的门安 我们想不到 你给我们的身份 这样的尊贵 主啊 我们要做天国的子民 我们要做属于神的人 不但如此 你更要借着我们 叫我们成为祭司 要叫我们宣扬 那召我们出黑暗 露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说这是你给我们的价值 原来你要让我们 借着这样的身份 不断的带去恩典 带去祝福 把美善的事传并 我们的生病 传并这个世界 说你要让我们成为那样 带给别人快乐的人 主我们谢谢你 祝福我们 祝福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 成为喜乐的生命 让我们成为一个愿意 饶恕人 一个愿意去爱人的一个人 主你恩待我们 谢谢主 主不但如此 我们更相信我们的家 要成为喜乐的祭民 我们整个家都要快乐起来 连我们的孩子也要充满喜乐 是吧 让我们整个家 都把基督的福音活出来 祝我们谢谢你 主耶稣 求你继续的恩待 祝福 让我们不断的成长 我们谢谢主耶稣 我们如此祷告 分耶稣的名求 阿们 好 弟兄姐妹 我们把掌声荣耀 给给我们的主 谢谢大家